哈囉 今天來介紹一下剪指甲的工具好了 嗯 狗狗的指甲裡面因為都會有血管 跟我們人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每次用這種東西剪的時候 牠們就是好像叫的 好像把牠腳都剁掉了 然後這種剪的方式 因為牠往下剪的時候 牠會壓迫到牠指甲裡面的血管 所以很多短腿的狗 其實牠們不是很喜歡 所以今天巧比麻問了一個東西 這個 這就是蝦仔麻在用來磨蝦仔腳的東西 那其實牠不是普通的磨指甲刀子 其實牠是一個器具 牠英文叫Dremel 因為我在國外買的 那台灣好像是什麼 研磨機 研磨器 其實你只需要這樣子的東西就可以了 那不過寶寶寶在使用上的話 要小心一點 因為其實牠的速度蠻快的 那我是買了兩個速段 牠有低跟高 所以你打開 會比較慢 會比較快 那小心的時候 你會磨到自己的指甲啊 如果是牆毛狗 很容易把毛卡在這個裡面 所以用這個機器的時候 要很小心 基本上我不建議 不太會使用的 爸爸媽媽使用 那我買的是充電式的 那台灣其實也有在賣 一個大概600塊到900塊左右 BMQ都找得到 你不用去買什麼六段式的啊 那個都太快了 這慢慢弄 然後慢慢磨 那這都可以拆妝 像你 它可以上面的沙紙 這邊是寫120的啦 那台灣我不知道是怎麼樣 就是不要買太粗的就可以了 因為太粗磨到 其實他們也會痛 那記得如果你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由慢速 慢慢用 就慢慢一點一點磨 相信我 因為這傢伙 我之前用這種東西剪他 他也是好像要把他腿砍的一樣 那用了這個之後 他可以一面磨 然後他一面休息 然後一面睡覺 那相對磨完 呃指甲磨完之後 他也比較不會這麼尖銳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囉